今天的这一期购物分享 觉得幸福感 让我的新鲜程度 蹭蹭往上升的那种的购物分享 Hello everyone 这里是昆昆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主要是分两大类 第一类呢是一个潮玩联名的一个类别 另外一个类别呢 就是一个就是一些彩妆小心机啊 然后一起分享给你们 我相信你们应该看到 我这两边的这两个大盒子了 没错 我买熊啦 我买了Bear Brick 也算是入坑吧 但是就是for the record 就是我不是一个那种专业的 一个pro级的收藏玩家 买来可能只是为了for fun 然后觉得它长得比较好看 然后长得比较特别 我的第一只熊 跟我的第二只熊来了 很久没有那种包裹 它游起来 我跟我男朋友在家里等 然后是那种 生怕错过它的那一种 然后这次呢 我还以为只能给大家先看一个 昨天我的这个熊也到了 所以正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款呢就是Bear Brick 就是跟Babe呢 合作在今年1月1号出的新的款 然后我买的这些size都是1000的size 出了两只 一只呢是一个白色的招财猫 另外一只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只打磨款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两只一起收 然后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 之后转卖出去的时候价格会比较高 但是呢可能我们就很喜欢这一只红色的 所以就没有入那只白色的招财猫 因为它之前还有出过什么金色的招财猫 所以就只买了这一只打磨 来我给大家开箱 感觉应该给它上锅 然后坐到我的沙发上去 它的寓意就非常的好 有达磨在然后就是妖魔鬼怪 都别来作乱的感觉 这款呢长得也是非常的喜性 它整体呢就很符合就中国人的这种审美啊 大家对新年的那种美好的期盼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它比较可爱的是呢 它的前面它的肚子这里呢就写了一个福字 然后就是感觉福气满满的感觉 然后在它的背后 然后它们的这样一个小小的logo 看一下就是它现在是一只有眼睛 另外一只眼睛呢是空的 好像是说在日本呢达磨是有寓意的 闭上眼睛的达磨呢你是可以用来当做一个摆设 然后呢如果它的眼睛没有闭上呢 这个达磨就可以用来许愿 网上说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对它就是许愿了之后呢 当你的愿望成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手动把另外一只眼睛也画上就好了 我觉得就还蛮有寓意的 OK第一个跟大家说完了 好了现在给大家拆第二个箱子的熊 太好看了 这只这只这只我太喜欢了 Maya 哇我要发出土拨鼠尖叫了 这只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 就一个透明的跟anti-social club 然后合作的这个联名款的熊 哇塞 对我一个喜欢粉红色的人来说 这只熊简直太好看了 其实这只呢是给我男朋友更喜欢 然后这只是我更喜欢 20年的11月发售的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熊 然后size跟它一样都是1000%的 哇 今天我真的太开心了 在它的前面的这个胸口 左边胸口的地方呢 有这个anti-social club的这个logo 在它的背后呢也有这个logo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就是这种透明的 包括那个红星黑星 包括它的肚子里面有球球的那些款呢 我觉得真的都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呢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里面 我觉得价格比较友好的 像这只呢加完税 加上那些handling费各方面呢 这只是3000加币 然后这只呢就是稍微便宜一些 是所有东西加完 可能在2000加币左右 哇 这只我太喜欢了 就是感觉就是我平时拍照啊 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真的也太好看了吧 买之前就会觉得说买的塑料嘛 然后感觉说哎会不会有点 也就是感觉会有点浪费钱 但买回家里真的就是两个字 真香 真的这两只熊已经奠定了 我这只视频的基础 就是非常的开心和快乐 加我们人生中的头两只熊 然后我并不是一个专业收集熊的玩家 我对关于熊的知识 其实我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只是我知道呢 1000%是最有升值的空间的 然后最好呢大家如果它有couple呢 其实是可以给它把couple配齐的话 它的升值空间会更加的大 然后呢我也是在拿到熊之后才发现 哦原来它的胳膊就是都是可以动的 这个好好看 我男朋友也在看 因为我们那天在家里开箱的时候 只打开了这一只 然后这一只我是真的等到这一只视频 来跟大家一起开箱的 这两只呢都是在美国的 有点像帮你认证 就有点像德物之类的吧 是不是我跟大家有一期介绍 supreme的衣服 我所有的supreme的东西 都是在那个官网上买的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官网 然后就是官方的那种 我一般都是在上面买 它上面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百分之百 绝对会是保真的 因为它会寄到它那里去之后 帮你去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品 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再shipping给你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Samaracha跟H&M联名的这个粉红色的包包 它的size真的很大 大家可以看它跟这个1000的熊 都快差不多一样高了 其实Samaracha这个品牌 它的这个设计师 真的是我觉得它的风格就是比较vintage 但是呢它又比较擅长运动一些 比如说纱呀蝴蝶结呀 珍珠啊串珠等等这种元素 花朵啊非常的浪漫的一个女性设计师吧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他们家的衣服的 这次呢跟H&M的联名合作款的衣服呢 原品牌厂商的可能10%大概这样子吧 在两三百加币左右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这个包包呢它就是完全是采用的 这种太空棉的形式 然后摸起来了手感非常的好 去姐妹家然后去slip over 然后你可以就是大概就是背的这么一个包包 把你的东西都放进去 在网上有看到小伙伴 然后把鲜花插在里面 然后背在身上 这个大的蝴蝶结 然后用来拍照 然后凹造型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它的蝴蝶结真的是非常的有少女性 有一种美少女战士的感觉 这个联名的preview 真的是太早出来了 我大概在1月份看到他们的preview 但他们是在3月份才发售的 快点都要不要忘记 以后可能我要提前更早去电脑中才行 分享两顶帽子 Supreme两顶粉红色的帽子 春季袋都非常好看的 他们这两款呢 都是这种渐变材料的 先说我左边手上这一款呢 它是一个非常薄的这种毛线帽 有一个这种小的尖尖 是比较潮比较酷的一个款式 这款也非常的俏皮 非常的可爱 另外一顶Supreme的这个帽子呢 做旧的 然后水洗牛仔的材质 它的帽颜这边呢 就是水洗蓝色牛仔 然后上面呢 是渐变到粉色的 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弯弯的这种棒球帽 我就是戴不了那种平顶帽子的 会显得让我的头显得更大 这个呢 能戴一个弧度 稍微的呢 去修饰一下我的头型 可以一年四季都戴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颜色也是比较鲜艳 然后比较特别的 前段时间买的那个Colourpop到了 小的眼影盘跟彩色眼线比 买的这三个眼影盘 第一款呢 是这个Armor爱神盘 它呢是今年一月份的新品 它的颜色是偏这种粉紫色的一种 有点像玫瑰梅字的盘 它的盒子呢 上面是带了一点点烫金的这种小花边 然后这个小花边弄的呢 就很有复古宫廷的那种感觉 再看一下 是这种颜色 它整体真的是比较女神冷色调的那种梅字色 然后并不是那种非常温柔可爱的粉色 这盘呢其实我觉得它整体呢都是带闪的 中间的这一颗呢 它的闪片 是这样子一个颜色 有点偏冷色调的那种偏紫光 它整体的这种显色度还是蛮高的 边的这两个梅字色 其实我觉得显色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整体我觉得粉质还是比较细腻的 冷艳辣妹 我觉得这盘真的很适合 OK 接下来的这一盘呢 领子就非常的可爱 它是今年情人节新出的其中一款 这款就是Melt For You 为你融化 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非常的甜蜜啊 我每一次买Colourpop 就是every single time 总有一个是裂掉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它裂掉了 觉得它的盒子非常可爱 就情人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就是带有这种小小的小爱心 然后就非常的渴 它呢就是一个桃花盘 它没有像这种就比较大的闪片类别 它都是偏比较细的这种细闪 珠光啊 然后粉色的这种感觉 会更甜 更加的嫩 更加的少女一些 裂掉的这一块我好喜欢 橘色的珠光闪 非常的细腻 也太鲜了吧 这一款 大家看一下这一套的颜色 在这一套是在这里 这个颜色 一定要去买这一盘 这一盘真的太好看了 第一块和第三块简直绝美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中间的那块的那个颜色 它整体呢就是泛着那种粉色 然后是偏金光 然后整体感觉呢非常非常的嫩 非常非常的闪 然后两盘大家可以稍微对比一下 就是说这一盘呢 情人节的款呢是非常的显嫩的 然后这一盘呢是更加的冷艳一些 这一盘应该可以叫展男盘 真的很好看 Blush Crush 这款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花卉盘 日常的颜色 它整体呢是这种偏香槟色 然后再一点点粉色跟稍微带一点紫棕色的这种整体的颜色 然后它上面都是牙光跟珠光的一些细闪 没有那种大的闪片 是非常的日常 我觉得作为通勤款呀各种颜色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就不给大家一一试色了 因为这款也算是一个老网红盘嘛 那接下来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波彩色的眼线笔 九支彩色不同的眼线笔 然后都是colourpop的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 OK先给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特别的 刚刚出的是这种眼线叶笔的印章款 就是呢它做的直接就是一个形状 第一支我买的是黑色的小月牙 你看一下它就是一个这种小月牙 我觉得呢是你画那种比较洒 比较酷的那种眼线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盖在你的眼睛的附近周围 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呢 就是它直接省去了你画它的时间 这个小月牙呢就是非常的酷 然后又非常的帅气 怎么可能不买粉红色的小爱心呢 是不是就比较可爱吧 但是呢我经常就是非常手残的那类新人 画不好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对我来说就是解放双手 最近比较新出的新款 大家喜欢呢可以去看一下 就比较方便 就是印章款的这种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五支彩色的眼线叶笔 他们家的眼线叶笔整体的质量我觉得还是比较OK的 它的那个笔头呢 并不是那种非常软的那种 它是偏硬的那种 这个颜色呢就是偏这种酒红色 其实酒红色我觉得是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我今天的眼线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酒红色跟一个白色的叠加 它是属于细看你呢 才觉得有哪一点不一样 更加的温柔啊 有一点小小的心机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本人很爱的白色眼线笔 是把它画在我的眼线的上半部用白色作为一个点亮 其实我觉得用白色加到眼线上面呢会显得更加的灵动 精灵的感觉 而且它搭配任何颜色都可以搭 真的非常好看 接下来呢是一个海蓝色 这个颜色是一个饱和度比较深的一个海蓝色 之前我有看到Jenny有用过这个海蓝色的 然后它是跟一个黄色的眼线笔作为一个搭配 两个在一起呢真的非常的辣 就是有一种那种Y2K千禧年代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时髦 非常的阳气 光宁有那种蓝色的美瞳啊 我觉得它搭配出来呢会更加的好看 非常欧气 然后又非常的阳气 一个红色的眼线笔 它的颜色名字就叫Chili 就是那种辣椒红 就是很萨 然后又很辣 我觉得它很适合在这种眼头啊 或者是在眼尾做一个叠加 就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红色 一点点桃红的 万圣节的时候很适合用这种眼线 这一支呢是他家这一次新出的一个颜色 是奶茶色 非常非常的嫩 体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那种 它的饱和度跟其他颜色来比呢 其实相对比较低的 我觉得它跟白色一样更适合作为一个叠加 奶茶妹妹很可爱很凌家的感觉 给大家分享两支眼线胶笔 质地呢非常非常的像cream 这两个颜色呢 一个是粉色 一个是蓝色 都非常的嫩 旋转的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 就有一点像蜡笔的那种材质 是比眼线叶笔更加的容易上手操作一些 但唯一就是它不能像眼线叶笔样化的比较细 化一些创意眼妆的时候 用饱和度比较低的浅色颜色呢 就很适合就是在你的眼头眼线啊 做一些很细节的一些勾勒 彩色眼线笔真的是可以当做我们化妆的一个 画龙眼睛的一个作用来使用 因为现在我觉得化妆的这种玩法是非常多的嘛 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的玩法 然后拍照起来 尤其是怼脸拍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那种 现在夏天也来了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用这种彩色眼线笔的时候 大家也赶快买起来 然后赶快玩起来 拍照简直就是绝绝子啊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前段时间我朋友送给我的 Natasia家的一个set 每一次看那种女团嘛 大家不是都觉得说 她们身上有那种很闪很闪的细粉嘛 然后就觉得说好好看啊 然后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 有个人变得非常的精致 有那种在台上 bling bling闪闪发光的效果 它里面有五个不同的粉 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是那种白色的 它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它的偏光是不一样的 有的呢是发绿的偏光 有的是发紫的有的是发白的 然后呢还有的是发粉色的 它真的是已经偏比较细的那种 像它这样小小一贯 但是它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非常非常的闪 它散出来呢是这种 轻轻的推开超级细的这种闪 它是有点偏粉色的这种偏光的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细呢 它的范围涂的稍微大一点 手都变精致了 真的非常好看 你们看一下 就是非常细腻细致的那种粉的闪 可以先用它家的这个 让它一个base 比如说涂在这个你的手背的某一个地方 或者是你想让它闪的特别多的地方 在上面稍微撒一点点 去把它稍微推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直接是粘在你的这一条缝上了 看到没有 它粘上去了就 你也好奇啊 你也好奇 你看看这多闪啊 闪得好好看啊 是不是周 有说你想在锁骨这一条特别的闪 把这个液体提前涂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拿这种粉慢慢撒上去 或者是你想要全身都是那种不经意的这种小闪粉 小闪片呢你就可以直接的抹 我昨天晚上有提前用一下 其实它非常的好洗 就沐浴露就洗掉了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女孩子的小心机 就是作为一个你拍照啊 有晚上什么时候出去玩 我觉得它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渴 别去搜这种glitter啊 或者是这种闪粉啊 身体用 所以今天呢 我的购物分享就是到这里了 给大家分享了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的熊Bear Brick的开箱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了 我买了之后呢 让我满满幸福感满足感的一些小东西 之后呢也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我觉得好玩的 然后有趣的东西给大家 这一期呢 我觉得就是一期很有趣的开箱 所以今天就是到这里啦 这里是空坤呀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 就请给我的频道点一个赞 点一个关注 你们的关注对我来说呢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好啦这里是空坤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